国际消息先来关心 黎巴嫩的经济可说是惨不忍睹 因为黎巴嫩棒在16号对美元的汇率 来到了8万比1 贬值超过98%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当地有不少银行冻结了储户的存款 所以多达数百亿美元都没有办法提领 取款还要付高额的佣金 因此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可以看到数十名的抗议者 在16号的时候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银行 他们要抗议有钱领不到 而激动的抗议民众还直接在银行的门口 烧东西泄愤 当局也出动了消防队前往灭火 包括了防暴警察都在旁边戒备 而当局也指出首都贝鲁特 至少有六家银行被抗议者袭击 黎巴嫩的总理办公室也表示 目前会持续的努力来缓解国内的金融状况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